在遥远的森林里有一条神秘的小路 小路的尽头有一个呱呱小村 呱呱小村里有一个呱呱幼稚园 这是青青,现在念呱呱幼稚园大班 青青很喜欢上学,因为她有很多好朋友哦 青青和她的朋友们 拜拜 嗨,阿斗,你在做什么啊 哇,五角形变成猩猩了 跳你 谢谢你,阿斗,带老拼图带了吗 有啊,你看 今天我和阿斗约好一起去迟堂约完拼图 哦,跟我说,阿斗和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因为她的年纪还小,本来应该念小班的 可是阿斗,可是阿斗很聪明哦 所以人长说,她可以念大班 我觉得这个比较大 我觉得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大 你说的不对 这个比较大 绿宝胖胖胖胖,你们在做什么啊 你们说,哪一个比较大 嗯,这个嘛 这个嘛,我看看哦 看起来好像是红色比较大 转一转,又好像蓝色比较大 奇怪了 看出来了吗 我不知道 阿斗,你觉得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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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一样大 怎么可能 多做几个三角形 你们就明白了 虽然我还不知道原因 不过我相信阿斗的答案一定是对的 好了 这边是四片一样大的红色三角形 这边是四片一样大的蓝色三角形 要组合了 哇 变成正方形了 而且 这两个正方形是一样大 所以 如果两边都平均分成四块 那么一块就会 一样大 看吧 阿斗真的很聪明对不对 不过 比起三角形的问题 我比较喜欢玩兵 嗯 怎么了 拼图没有 哦 哦 少一块 少一块就看不到拼图的全部了 等一下 看我的 好了 完成了 哇 哇 清清好厉害 是 谢谢你 哈哈哈 哇 这就是年纪最小 也是最聪明的阿斗 他最喜欢的玩具是拼图 他是我的好朋友哦 哇 哈哈 哇